生实在是不静 在阿罕经讲就是 就静不静 没有一个地方干净 但是话讲回来 这里面有摩尼宝珠 就是父性 牛羊猪虎等等 他们也是不静生 可是我们作为人的 这个不静生 就可贵 可贵之处就是 他能救 能叫化 懂礼仪 可以掌养圣胎 也可以利用这个摄身 救度无量无边众生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契机 很好用的契机 你发了菩提心 你也救了 把这个正理推广 你不再只是一个了 所以佛陀的伟大 就是把他的用量 扩大到跟虚空一样 跟虚空一样 无所不包容 要不然我们就 射受宇宙当中 少许的四大 这个地水火风 来当作自己 所以佛法为什么这么 可贵 就是可以让我们开智慧 得大自在 得解脱 所以祥言之 就是四念处 观身不尽 观受是苦 观心无常 观法无我 这个大家都知道 以下翻过来 四正寝 四神主 五根 四神主 就是四如一主 这个神不是神主通的神 不是这个意思 意思就是说 心情愉快 很满足 这个后面 跟修行都有关系 就是说四神主 并不是说 我们大神通 不是这个意思 五根 这个我们在 十四讲表 三十七道评 已经讲得很详细了 在这里不再重复 五根 就像树的根 五粒 七节之 七节之就是七菩提芬 八正道就是八圣道分 等三十七道平 以及六波罗密 四色法 四无量心 四禅 八定 灭受想定 三明 六通 十利 十利就是佛之十利 四无所谓 四无碍智 十八不共法 十八不共 就是只有佛有 不以大菩萨共 那么这个 我们通通讲过 如果要把这些名词 再一个一个来讲 可不得了 这个等于讲佛学 词典 是不是 所以讲过的 不在这里重复 细节成就 坚固不动不坏 称为首嫩言 若以本经而言 则为一页如来秘密之本修音 真如本性 或者是如来葬性 而起修 所以一定要有三昧 才能证得 圆通 三昧就是圆通 圆通就是三昧 所以意思就是说 三昧成 则佛道成 三昧不成 则佛道有坏 换句话说 一个修行人 心必定要有定 要巴风吹不动 正二十五言通 而气如如来 洁性大海 坚固不动 不生不灭 从而 从体起用 称为首嫩言三昧 三昧则定会等词 定以致词 会以化他 所以定是自己 能够接受 能够受用 心有定 万事则成 心如定 万事则坏 然后会以化他 定是提 会就是用 事故此三昧境界 就是福之境界 持定 就是福定 佛自助于持三昧 用以致力 化他 换言之 这句 可是非常重要 换言之话说 佛菩萨的一切 度众生的事业 皆是在 三昧中行 也要是 你要定 你才有办法度众生 你不定 众生一拉 你就跟着跑 一望一来 就迷惑颠倒 所以 一切度生的事业 皆是在 三昧中行 可不是一般 非于散乱中行 散乱 何能度众生 自己心都乱了 怎么能度众生呢 如 准提 托罗尼经中 释迦摩尼 是尊为 明念 未来 伯福 二业众生 准提 三摩地 准提 三昧 而说出 过去 去记直 佛所说 托罗尼 去直 就是千万亿 又如 地藏 十轮经 数地藏 菩萨 每亿成召 入一 守能前谋 三昧 也就是 守能言三昧 加持众生 故之佛菩萨之定 非成空未着之小定 成空未着 就是贪着 在那定中 出定 出定的利益众生 他不干 所以他每天打坐 每天享受 每天打坐 对洪华 对不起 没兴趣 利益众生 对不起 我自己解脱 比较重要 乃自利 化他 一体成就是大定 不是二圣人的定 底下 讲经 修多罗 有二意 范疑叫做修多罗 疑叫做贯穿 贯穿之意 佛以明身 修身 文身 为什么叫一个身 身就是一个具体的观念 明 修 文 本来是音身 音身化作文字 文字就是单 单字 再来就是明相 明相更多一点 就是句子 句子多了就是文章 所以加一个身 就是一个具体的观念 就像法身 法哪里有身 诸法必经空 哪里有身 不要把那个法身 当作是一个色身 诸法必经空 所以叫做法身 就是 法本来空 给你一个具体的观念 诸法必经空的观念 叫做法身 所以佛以明身 具身 文身 也就是种种 与词善说 而将其所开示 这教法贯穿起来 令不善事 亦令受则意词 如献串诸 则意知词 而不善事 再者 佛所开示的 八万四千法门 犹如一大串 魔尼宝珠 所缠之音乐 音乐就是 我们现在的项链 其中 每一颗珠 结果代表 一大法门 而此等珠宝珠 则是一条 线贯穿 于各株之中心 所以不善 不是 而得成 一整体 此贯穿 各株中心之线 也就是三世之佛心 因此 你要弘法立身 第一个 你一定要明心见心 佛的心都搞不来 也不能理解 你要把讲经说法 要把佛法讲到 淋漓尽致 非常困难 要不然你就讲一些 因果啊 行善啊 放生啊 吃素啊 这个可以 要讲到 女伴的 不生不灭的 如来葬姓 这个没办法 他体悟不出来 或者是明相啊 这样念一念啊 跟着念 那也不错 至少会念啊 是不是啊 由诸佛一贯 之大悲 一切至心中 流露出无量庙门 度脱众生 故此诸庙门 既由诸佛一切至 大悲心中出 也就是不得 立于此心 落离此心 法及善师 堕落 所以一切法 横须以佛心为本 因此我们一定要了解 一切修行人 应当能体悟 不生不灭的见性 心性是什么 这个才有依靠 唯一 所以明心见性 说法 说法就有本 方人 辞之不罪 行则如是辞 方济 才希望 有朝一日 得其心药 入佛本性 所以那个 心药 黄布断气 产生的传心法药 就传佛的心药 因此 禅宗的心法 如果不懂 明为相说 你怎么样赚 你怎么样弘法 你就是讲相 要不然就是 讲放生 吃素 当然 这个很好 叫没有放生 吃素 这很好 这还是相 做做善事 这还是相 是不是 所以 呼叫 办办学校 这个还是相 我们不是说 这些不好 这些 通通是附带的 因此 我们今天 要特别理解的 这里有个 很重要的观念 感应的问题 释迦牟尼佛 讲的经历论 它让我们 解脱 就像摩尼宝珠 摩尼宝珠 如果我们经历论 不看 我们念佛 得到一些感应 念念观世音菩萨 感应 搞一些神通 把经历论 诉诸高格 佛教就是 灭亡的时间到了 求感应 搞神通 把政治 正经 正念 正法 统统放弃 所以 一个人 讲感应 讲神通 代表 那整个 所有的 藏经的话 如果是这样做的话 他一讲 就是讲感应 法 讲不出 所以然 一讲 就是讲神通 法 也讲不出 所以然 等于 放弃一颗 摩尼宝珠 去换 一颗 玻璃珠 玻璃珠 就是感应 搞神通 神通感应 这是很自然的东西 佛菩萨 给我们信息 确实有 但是 比如说 你今天念观世音菩萨 很感应 那是代表什么 你很虔诚 你有没有断烦恼 当然没有 这跟生死没什么关系 你今天你有困难 求观世音菩萨 诸佛菩萨 加倍 你很虔诚 确实很感应 很多人 受佛的加倍 佛给你信心 但不代表解脱 这跟生死没关系 所以放弃经历论 大剥落的思想 讲感应 求神通 完了 就是佛教 要灭亡的时候 把摩尼宝珠放弃 换了一颗 玻璃珠 所以法师说法 要很小心 感应 讲一点 启发大家的信心 无可厚非 感应 神通 这是 佛门 只是附带品 就像 你去百货公司 买了一万块 人家给你一个赠品 你把这个 重要的一万块的东西 放弃 把赠品拿回来 拿那个赠品 那个赠品 也许是 一件衣服 两块肥皂 我去百货公司 买一万块 把一万块的东西丢掉 拿什么 拿两块肥皂回来 讲神通 讲感应 放弃的证法 就像这样子 用一个模拟珠 换 换了一个什么 玻璃珠 感应 神通 不代表修行 不代表解脱 完全跟修行解脱 扯不上任何关系 佛陀的伟大 是开大波的智慧 彻底的洞彻 一切缘其信空 一切诸法无我 步步为营 一切语